財經點滴潘碧雲 聯邦署被告很快又要玩音樂意 做了六年多的白南克 在明年一月任期滿就會被叮走 作為第十四任出人聯署局主席的白南克 會回去教書、出書、還是收費演講都不重要 到時會自有分曉 斷鼓都不會像馬康尼由加拿大央行紐泰去了英倫銀行那麼反高潮吧 但聯署局會由哪位出任主席就令市場有很多幻想 因為美國雖然是全世界出產最多諾貝爾經濟學家的地方 但近一百年的世界級經濟事件簿裏 美國每次都做了主角 還愈來愈喜歡將自己的問題燒到國隔離屋 說就說全球一體化 很難獨善其身 但與其陪葬逃避 不如參與其中 所以接下來大家都可以先猜猜 哪位會做下一任的聯署局主席 他將會左右全世界的大局 過去這幾個月 大概大家都已經很明白 所以由年頭白南克決定不去Jackson Hole 一年一度的金融界重頭論壇 大家都已經猜猜 白南克應該也是這樣 所以到英國賭博公司開了盆口 賭誰會繼任 都應該是下半年最熱門的話題了 想做的人自然要找人推薦 但奧巴馬和梁振英政府一樣有負擔 不想再被人救病官商勾結 所以來自商界的都不用指望了 在學術界要找一個奧巴馬又領教過了 這次他真的很難想 所以我也是買他會找一個四平八穩 有經驗又有江湖地位的Janet Yellen Janet Yellen自然有這個能力 她在聯署局體系已經有13年的經驗 老公又是諾貝爾經濟學家 兒子又在大學教經濟 她自己在做三藩市聯署局總裁的時候 也相當感言 相對薩密斯 這位美國前財長 在1998年的時候有份參與開放銀行業務 還下了次案風暴 薩密斯太過罪業深重了